美洲進口的議題 藍綠再度交火 共黨立委江啟臣 站上質詢台語 行政院長蘇貞昌正面交戰 他還以跳針的方式狂問 食安會報開了嗎 直見蘇貞昌還來不及回答 江啟臣就立即接話 這讓外界聯想起日前 藍營立委講完質詢時 遭到蘇貞昌反問問題答不出來 引起了外界批評 這一次江啟臣恐怕是有備而來 麥武其實在最後一項 最上面那一項叫國際組織 希望美國幫忙 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美國衛生部長來了之後 宣布萊豬 從軍事議題 一路問到美豬進口 立委江啟臣 這一次不發動杯葛議事 站上質詢台 怒氣沖沖 對行政院長蘇貞昌猛力開炮 都是先顧食安 所以最後30秒 我只想問院長一件事情 食安會報開了沒 眼見蘇貞昌似乎說不出話來 江啟臣趁勢跳針狂問 所以我政府一定 食安會報開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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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最近開的是哪一次 你們最近開的是哪一次 你們最近開的是去年六月開的 食安會報三個月應該開一次 必要時可以加開 講到麥都沒有聲音了還是召罵不誤 恐怕是因為同樣都是美族議題 日前懶音大炮立委蔣萬安卻在直選時被反問到 說不出話來 一定要他回答說明清楚 而不是這樣一直閃躲 不回答不然就是反質詢 所以為什麼在整個意識規則設計上是禁止反質詢 在國外留學生其實我們沒有辦法選擇 但是在台灣我們是可以選擇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零檢出 所以我自己吃吃不吃不重要 重點是我們台灣民主兩千三百萬人 不應該吃到含有食物精的主動 痛批蘇貞昌直詢沒有誠意 但自己答不出問題 似乎也是事實 直詢工房戰火點燃 藍綠持續在意識上各自角力 記者綜合報導